李秋元,少庆粤劇團當家文武生 他扮相進俏,文武兼備,聲音響亮 從藝21年來,他飾演過眾多經典名劇 深受粤劇戲迷的喜愛 2008年排演中葵 飾演的判官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本期阿湘講戲,為你講述李秋元的故事 他畢業於暫光小孔雀培訓班 功底扎實,唱造練把區階 從藝20年來,演繹眾多經典的名劇 深受海內外戲迷的歡迎 他的戲路寬港,能聞能武,逆生逆彈 演起來亦活靈活現 被行內的專家和前輩稱他為小小泰豆 他就是《笑興史語》劇團的當家文武生,李秋元 李秋元,你好 謝謝,你好 我知道,我經常都說 夏四虎的文武生很厲害 武功很厲害 一個二個,譬如安哥、王愉坤、李、梁紹明、陸志鵬 那你是夏四虎人 是,應該是論武功,基本功,可能夏四虎 可能會比較著重武功這方面的訓練 所以我們小時候,老師對我們基本功的訓練 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很嚴格的 很嚴格 所以我們夏四虎的戲和蜘蛛羅虎的戲 很大的分別就是武場戲比較重視 可能也會是香音方面,我們陽腸鼻短 有時候可能會是這樣的 沒錯,文氣又有口白 很容易會將香音露出來 會的,會的 不如由你小時候的故事一路講到現在,好嗎 是 那你是站江哪裏人呢 坡頭 坡頭 即是站江郊區那邊 是 其實就是鄉下 嗯 是 那麼我小時候就是 因為家庭的分圖 我祖父啊 大伯啊 整個家庭的氣氛都是 都是教藝術的 特別是唱歌曲 爺爺是教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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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爺爺是頭架來的 大爺是掌版來的 哦 那所以很小以前,就是蒙蒙龍龍的 爺爺就會拿著我的片孔 이가經常會跟同事在家裡開局 那我最記起 就是 爺爺就是爺爺的ring 就是拿著便利 高齒 嗯 跟其餘朋友 那 contained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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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ers 所以小時候,特別是四、五歲 帶我到處去演出 時不時又會和花彈姐姐、美武生 回到我家,粗曲 我記得你說,跟著你爸爸 演出也有很多隨時 四歲已經跟著他去跑江湖 帶著我 其實很有趣 我小時候其實挺壯的 其實很挑剔 我小時候相當相當挑剔 我爸爸跟我說 很搞事 花彈姐姐經常會和我鬥我玩 一直欺負我 因為小時候很有趣 不像現在那麼靜 以前很搞的 有時我記得,其實有幾件事 我自己有印象 有印象的 就是 我睡著了 他們鬥我玩 然後幾個人就抱著我 在一個氣箱 把他關掉 即是放下氣箱 蓋著我 蓋著我 他不怕焗死我 那麼殘忍 是 然後他做了氣 之後 全部都離開了 我爸爸就說 咦? 抽完了? 其實他們關在我 在裡面 其實他們都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後來最後就說 哎呀,糟了 抽完了 還有一個箱子 睡覺 然後 然後再拆醒我 好 幸好你不醒 有些時候就嚇到 他嚇到 其實他不拆醒我 爸爸 都不抱著我 回去繼續睡 是這樣的 其實那時候很小 其實很牙煙 現在的氣箱就不行了 那時候的氣箱 可能沒有密封 你知 現在我們要出外演出 他全部用鐵皮 密封 航空 現在變成航空箱 會焗死的 會焗死的 危險 其實很危險的 那時候是三、四個小時的氣 那時候的氣很長 那時候 我一眼睡 我爸爸就 就拜我 在高呼盒上睡 很多觀眾都會覺得 這麼奇怪 每晚都會 每晚都有個 寶寶在睡覺 其實我爸爸想起 很辛酸 這件事 那時候做大戲 還有就是 我爸爸說起 我就沒有什麼印象 沒有什麼印象 那就是 做大戲 我們有時候 要關二幕做戲 是的 那前面花彈去做戲 二幕就預備下一場戲 那我就在他做戲的期間 我就伸著頭出來 做鬼臉 那樣的 那些觀眾 即是在二幕那裡捐個太少 是的 觀眾空堂大笑 那前面的花彈唱 唱 我這裡好像還沒叫好 為什麼會有反應呢 你真的很發炎 其實這些趣事 在我小時候 相當相當多 特別是跟著戲班 那些叔父 就很玩人 所以就是 在這個環境內 我就 步入了這一行 也一點都不奇怪 你小時候看著別人演戲 你會否有朝一日會做文武生 或是做他們其中一個 有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就會覺得很漂亮 什麼都很漂亮 什麼都很喜歡去碰 很感興趣 就沒有想過 我長大後要去演戲 要立志成為藝術家 或者成為一個藝人 沒有想過 劇團那些人有沒有跟你落腰 打關斗 有 那時候已經懂得打關斗 半邊穴 那些拔虎 都會懂 打一些簡單的槍 因為小朋友不懂得害怕 很容易學關斗 是 都會感興趣 就是這樣 李秋元的父親 是一位粵劇團的頭家師傅 每次有演出 只有幾歲大的李秋元 就會被父親帶在身邊 隨團演出 所以對粵劇李秋元並不陌生 後來十二歲的時候 選擇了報考小孔雀培訓班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是甚麼時候對行業開始 慢慢練習 或者考試 入行 其實就到我讀書的年齡 已經不接觸了 沒有接觸了 沒有接觸了 沒有跟爸爸去 沒有跟爸爸去 完全去讀書了 在小學期間 參加其他科學活動的事 我也沒有去唱樂曲 沒有的 直接到四年級 四年級的時候 鳳卓平老師招了我們這批小孔雀 是十二歲的時候 十二歲 你當時是否看到街招 招生這樣去 還是你爸爸帶你去 應該是我叔叔 他看到招生眼界 哦 而且我就是後期才進去 他們已經報了名 基本上都是定了 有多少個學員 我是後期才當作插班進去 哦 他們記得是九零年 九零年的時候 熊卓平老師 當時我去考試的時候 有個經劇老師 很嚴肅的 杜德威老師 我想應該做漁劇的人 可能一般都認識他 都認識他 看我的實手腳腳 問我懂得甚麼 當時我還學過掌版 一些比較簡單的 一些吐法 我都會學過 那時候我還懂得打鼓 那時候我還懂得彈天之琴 我還懂得一點 因為我爸爸就覺得 我有這方面的興趣 是迷術這方面 所以他甚麼都想我學一點 那時候喜歡畫畫 我都跟老師說 我懂得這樣 嗯 因為老師來做人員 還是老師來做其他的 做醫院 我說做演員 好 你唱一首歌 我聽了 那當時我就唱 學習雷鋒好榜樣 好榜樣 我現在男女生都挺搞笑的 是啊 然後他就說不錯 三支條針挺好的 然後就回去等通知 就是這樣 嗯 就步入了氣學 而日曲 學習雷鋒好榜樣 征服了監考老師之後 李秋元正式成為小孔雀培訓班一員 進入到培訓班之後 他跟同學之間發生的故事 有很多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的 入氣行 我知道你的同學 有很多觀眾都很熟悉的 例如梁少明 梁少明 陸志鵬 陸志鵬 哦 現在在廣州曲藝的周丹青 哦 還有在夏四府 也都記紅的一個花旦 李春霞 哦 還有我的師姐 大師姐也都去了澳門 在澳門發展 嗯 嗯 唐鐵 嗯 嗯 都個個都 都不錯 嗯 你們讀書的時候 有沒有些甚麼特別的東西 大家同學之間 哎呀 那時候是 去到小孔雀 就是沾江那裡 因為我們是屬於 應該屬於團大班的 一個小孔雀 這樣的培訓班 嗯 嗯 孔雀 教師就是 除了收了我們的 伙食費 其他我們不用交學費 是甚麼都不用交的 嗯 就是作為去配養我們 就是能夠為 熱劇啊 書送一些人藏 當時的初衷就是這樣的 那麼當時我們去到 小孔雀的那時候就是 相當是比較封閉的一個 這樣的地方 沒有甚麼 即是來過街 也會有段時間 還有距離的 那麼我們就很少去街 通常都是封閉式 我們去訓練的 嗯嗯嗯 挺勤的 那時候我們整班同學 很勤勵 只是知道練功 哦 吃飽飯就練功 哦 睡醒就練功 嗯嗯嗯 除開練功 除開練功 嗯嗯 沒有其他東西做 因為你們幾個武功都很好 包括梁紹明啊 陸志鵬啊 你們的關斗都很漂亮的 是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老師就是 無論你哪個學員都好 你必須要將炭治功練好 嗯 所以我們包括羅古師傅 都會懂得打筋斗的 羅古師傅都會打筋斗 是呀 很搞笑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有時候我們 存在一起玩 他們也扔了一個邏差 等我打個筋斗 鬆一下筋 都會有的 即是一個風氣來的 其實都是一個風氣 是這樣的 嗯 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成長 和其他學校有一點不同 嗯 我們比較重視 專業的方面 嗯 比較重視 所以就是 每個基本功是比較 可以說是比較紮實 我不說得我說 很紮實啦 那麼炭治功呢 是那個時候 打得比較熟 所以現在就 就比較受用 說一下你 即是年功的時候 你和邵明 和他們之間 有沒有什麼故事啊 那些 其實我們的故事很多 說來聽一下 年功 比如年功 我又是 有時 邵明就爆我大禍 有時是做 亦都是做一個訪問節目的 他做了一個神秘嘉賓 你爆一下秋元 都隨時啦 這樣 差點嚇死我 他說 有時秋元 就很跳皮的 小時候的確很跳皮 很多話說 嗯 嗯 就是 那 有時年功 嗯 那麼 吊腰有時呢 老師就規定時間 吊腰10分鐘 嗯 塞腰又要幾個幾個 那時候 定不住的嘛 啊 那就炸死了 炸死 炸死 就是我暈了 我不舒服了 我不舒服了 你不要讓我練了 是這樣的 啊 這樣呢 老師就 老師就 老師很聰明的嘛 看到的 你做什麼他都知道 是呀 然後 就說得不好聽 就流粗口 啊 裝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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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死了死了 跟著呢 彈跳蚊豬肉 嗯 就是打 打人非常厲害 是 就是他特別嚴格 是 特別嚴格 是 所以我們看到他拍 看到他咳嗽 我們都好像見鬼一樣 因為肖鳴 其實是一個很靜的小孩子 很靜的 很靜 我們整個同學 應該是說 有誰得罪他 你令他發火 你這個人 很難得 好極有限 哦 是 他很靜的 哦 他不出聲 不發火 他從來沒有打過架 是呀 我們小時候 經常打 我打 我打 我打最多的 哦 是的 我很百厭的 哦 所以 是 非常之 安分手舉 一個這樣的學生 嗯 所以打我最多的 嗯 那麼就 有時笑明 啊 不知為何 老師跟他開玩笑 整批 呃 你和我 然後就 Samine 你可不可以 我脫了他的褲 脫了他的褲 即是激他 啊 即是扭他玩 哦 因為他不說話 很靜的 嗯 老師扭他玩 那就脫了他的褲 我不知道他記不記得了 嗯 他很害羞的 嗯 那他不是很生氣 他不生氣的 是呀 除了他的褲也不生氣嗎 他沒那麼生氣的 他連工被任何一個人擒 哦 所以他的功底是很紮實的 是啊 握著一段借的 還在咬著 就睡著了 到了到了到了 就拿著 拿著那一件大褲 就出場了 就上了 有時候我們樂鄉演出 嗯 也有很多趣事 嗯 例如比如天藍 因為我們經常 那時候是 小時候小朋友演戲 那時候好像不太多見 我們經常跟學生 那時候一做戲就說 哎呀 桑島不錯 這些小朋友 每個人都覺得很有趣 每個人都很疼我們 我們去哪裏演戲 都很受歡迎 並不是說我們藝術好 就是說我們很有趣 有時候其實很有趣 來香演出 有時候舞台會搭在魚塘 是啊 有時候小時候很怪異 前邊演戲 後邊是釣魚 釣魚 挺有趣的 是這樣的 有時候天冷的時候 會很冷的 嗯 是四面通風的 氣泡 特別是電白的地方 四面都是海 他們來群眾住的地方 村民住的地方 去到舞台做成公里 兩公里六 嗯 一個這麼荒山野嶺 就是一個舞台 和一個神廟 嗯 就是豪凡 那些地方 嗯 有時候是很冷的 特別是天冷時的演戲 嘩 大家都懶在舊 懶在舊 懶在舊的 有時候就睡著了 我記得有個同學 就睡著了 就是演出的時候 睡著了嗎 演出 睡著了 有時候就睡著了 然後就說 到了到了到了 她還在穿大衣 她還在抱上一角六尖 還在咬瑯 她就睡著了 到了到了到了 誒誒anya 就劉卑 戀了一下大衣 就立即瞪了 嗯 它設計圖看的 就是這樣玩笑 流口挺有趣的 非常很有趣 這些事情是我們小時候 非常 非常多 非常多的 西那時趣事有很多 有時我們落到電伯那邊做氣 四懷海 有些乾潔了 看見河 好像以為遺棄了 這些魚沒有人要的 魚塘 魚塘 但已經乾水 差不多乾水 我們小時候以為 可能沒有人要 我和肖明 經常跟兒子一起拿一桶 放在家裡 也有些桶 去捉 很有趣 捉到嗎? 魚游得很快 很多 很容易捉到嗎 對 我們想到沒什麼理由 遺棄了 沒什麼理由做這麼多魚 我們一捉就捉了兩桶 一大桶 誰知道 人家是要的 哦 然後人家的村民 遠遠 遠遠就已經罵了 我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總之覺得他很火滾 拿著床頭 大概就說 你為什麼要偷魚 你這個臭小子 怎樣怎樣 基本上是想打我們 我們就抽 這兩桶魚 就抽 然後被他捉了 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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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桶也沒收了 嗯 我們就問他 就是 你 魚我不要了 你給我一個桶 我可以的 我還要洗澡 我們又不懂得說 因為他過命是說泥 泥話 是 即是給我一個桶 我們不懂怎麼說 哦 KivaTong 即是 Kiva是 例文 就是給我 那意思 啊 桶呢 我們就 San experiments 給我桶 這個 其實是粗口 哎呀 哦 粗口來的 那他們還生氣 那還生氣 還生氣 啊 我的孩子 竟然要罵人 我們整個 整個 整個 整個酒 連桶什麼都不要了 啊 這件事 挺有趣的 很有趣的,很過癮的 你小時候有很多賽事嗎? 很多賽事,現在都忘記了 忘記了,是吧? 那你排戲,在學校的時候 排戲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令到你印象很深的呢? 就是排戲或者演出 印象深就是跌傷,跌傷比較深 練功的時候跌傷? 對,練功的時候跌傷 那時候經濟老師起飽的時候 抄襲的時候 我記得我一次打的是最慘的 打什麼回來? 就是起屎勾的時候 起屎勾就是生氣向後 其實已經打到的了 其實老師覺得眼裡有把握 我就不斷地用手抬一抬 誰知道我到的時候連手也不伸 整個頭落地? 頭落地 然後腰就是這樣摺回來 還有腳摺回來 當場流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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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暈? 沒有暈 沒有暈? 沒有暈 就撞傷了頭? 真的不知道怎樣 就會覺得整個人就… 開始… 起不了身的了 又不暈 鼻血慢慢流 開始墜傷了 在培訓班裡 李秋元 主公老生 但是平時的演出當中 無論什麼角色 他都要兼顧 所以練就了他所表現出來的文武兼備 這個離不開他的恩師 孔雀平老師悉心的教導 你們暫光戲校學了多少年? 小孔雀 我們小孔雀 那時是四年 四年 你畢業戲 還記不記得做什麼戲? 畢業… 那時我們是節節戲也做 長期也做 節節戲也長期也做 我記得應該是蘇生戲 蘇生 你在學校的時候是學蘇生的? 我蘇生為主 蘇生為主 那就演了那些什麼樣 繼葉碰碑 綠狼聚子那些戲? 那時還沒有學到這些 例如學過什麼呢 那時是寶蓮燈的榴槍 那時我們都分場來做 前邊小孔雀 你就做兒童防止的場 我就兒童防止的場 我們都是分開來做 還有是白蛇傳 又是魯沙翁 那時都是趕幾場的 那時做追雨 我又做包青天 最後又趕兵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 有一筆小孩子 都要講 全部都要講 沒有說誰是誰 但有件事就是 基本上就是 兆明就是 文武生為主 他就文武生 其他東西都不用管 這樣的 即是他很專業 到後期 基本上就是 我住在蘇生為 蘇生為 我覺得你的成長 特別是學校的時候 就來不開孔雀平老師 不如說一說他 說到孔老師 真的 的確是 是為教育監 很負責任 是為慈母 慈母 慈母 有時 特別是我們藝術上的方面 因為我們 來著不同的地方 鄉下陰可能會比較重 他經常跟你們正音 經常跟我們正音 經常跟我們正音 自從他扮了我們 這群小孩之後 他自己都會覺得 他整個人 年輕了 年輕了 雖然很辛苦 但他自己很開心 這些會常是他 經常跟我們說的 自己表揚自己的 自己表揚自己 很開心 然後我們 其實上輩子都很敗 會激傷他 他的氣氣很好嗎 會罵你們嗎 會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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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時候 打屁股 會打人 即是當你們兒子 對 做事很上心 很緊張 我們小時候做戲 有很多戲服 亦是親手去縫製 這件事真是 很難得 很難得 總之他亡前亡後 你現在見到他 他是沒有事停的 沒有事停的 可能都是有 即是他身體不好 可能也是跟這方面有關係 即是累 累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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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 我們都是非常懷念 我們的老團長 在培訓班學習了四年之後 李秋元終於是畢業了 由於孔雀平老師對他們不捨 還自己出錢 成立了一個小孔雀粵劇團 最終一班同學 得以留在孔雀平老師身邊 繼續學習成長 畢業之後 你是去哪個單位的 其實說到畢業 本來他們的意思是 你們畢業之後 我們可以向各方面的劇團 輸送人才 輸送人才 我們畢業之後 他就不捨得了 不捨得你們走了 不捨得我們走了 誰來拿人 他都不捨得 不捨得 不捨得 像媽媽一樣 不捨得 即是有感情 有感情 然後他們想辦法 如何好呢 他自己恨心 自己出錢 自己出來 做了一個小孔雀的團 就是你們這班 就是我們 維繫著我們這班人 一直延續到現在 就是佔光小孔雀 就是佔光小孔雀 對的團 等於現在是邵明來的團 邵明已經去了佔光的團 但現在還有這個團 現在還有這個團 但我不知道他現在是 是怎樣去衝撞 嗯嗯嗯 還在這裡 所以就是 直接到我離開了小孔雀 那你在這個小孔雀 與劇團排了些什麼戲呢 排了的戲很多 我們做很多戲 你都是蘇生偉 都是蘇生偉 其實我什麼都做的 我什麼都做的 方面比較少些 只是做了出包工 哦 追餘比較少 嗯嗯嗯 所以我什麼都失禁 這樣好 這樣鍛鍊了你 所以你出來劇團 你就什麼位都可以勝任 嗯 又不說勝任 我走的路跟別人不同 嗯嗯嗯 所以在小時候 在這方面達到的基礎 也是比較好的 就是你在這個小孔雀劇團 有沒有什麼事例 令你很深印象 很深印象 應該是我們離開上聚的團 離開 哦哦 離開上聚的團 在離開之前 我們整個同學 都是覺得 不捨得 很不捨得 為什麼要離開呢 其實大家都長大了 哦哦 即個人的需求 亦都不同了 嗯 大家亦都有不同的思想 跟小朋友不見得是不同的 不同了 所以孔老師就 他就覺得 我真的不明白 他就說 這個團 你看他做多好啊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小朋友是有半夜期 沒錯 沒錯 有時候你喜歡的東西 他未必是喜歡的 嗯 你接受你說的東西 他完全是聽不進去 可能會是這個階段 嗯 我們就 要走 那些商鑑 就離開了小公爵的團 就不會割散東西了 那你去了哪裡呢 可以說第一個碼頭 又去了佛山夜的團 哦哦 我先去佛山 對 先去佛山夜的團 嗯 我在這個期間 我就不斷去翻閱資料 嗯 包括經劇也好 其他劇眾也好 包括各方面的文字資料 去理解這個人物 嗯 盡可能在短期內之下 去通過自己的努力 嗯 不會令他們失望 為什麼我會佛山夜的團 呢 其實呢 有 有幾 有幾 有幾新� 哦 有幾新鮮的 哦 那個時候 阿坤哥又託阿 阿勤 阿勤姐 在這裡跳大梁 嗯 阿坤哥就是我們 站江 的文武生 站江的團 我們在那個大院 嗯 他對我的情況比較了解 嗯 其實呢 其實呢 我一出來之後 我並不是去佛山的 嗯 我想休息一休息的 哦 想休息一休息 嗯 那我就 都拒絕的 哦 都拒絕的 即是很想休息一下 很想休息一下 很想休息一下 嗯 可以再三 考慮 我還是去佛山 哦 去了佛山 是98年的時候 做蘇生偉 對 做蘇生偉 嗯 那年我應該是21歲 哦 21歲 很小 很小 但是呢 他們就說 我去民室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 阿梅曉導演 哦 那時候在這裡排戲 嗯 還有阿梁曉風導演 嗯 我去排戲 那我又 也都是 適逢了一個 好的機會 嗯 有這兩位大導演 去和我排 嗯 那時候其實我是挺擔心的 擔心什麼呢 擔心我自己不適應 不適應 不適任 不適任 嗯 角色其實都挺大份的 哦 一去到日子在這個位 即是紅梅記裡的假設道 是的 都很重的 很大 是 很大份的 這個角色 那我就會覺得很 很緊要 我自己覺得 哎呀我不適任 等等等等 但是呢 他導演 和領導 他都信任你 嗯 覺得你們OK 因為去面試的時候 他會覺得 哎呀這個年輕人 其實年紀小而已 其實是很有感覺 很成熟 嗯 很成熟 就是這個是他們第一 的感覺 嗯 嗯嗯 我給他們的感覺 嗯 所以他們呢 也是這樣安排 他們的工作 嗯 那我就排他的時候 其實 導演知道我的難處 嗯 一個二十幾歲 一個小小 是二十一歲 一個六十幾歲 一個這樣的 是呀是呀是呀 一個奸紅 是呀是呀 其實是有一定的 是有難度 是有難度 各方面的文字資料 去理解這個人物 嗯 就是盡可能 在短期內之下 去通過自己的努力 嗯 不會令他們失望 嗯嗯 嗯 所以那時候呢 我記得有時候 他導演開會的時候 他來看超人 扮演一個主題 都算翻爛 哦 即劇本都翻爛了 翻爛了 證明你真的很勤力 真的翻爛了 嗯 他說 我才感覺到 原來他自己的劇本 真的難了 即你真的很勤力 真的難了 因為沒辦法 將勤補絕 嗯 因為這麼短的時間 你沒辦法的 那我去了新加坡的演戲之後 其實觀眾呢 就不知道我這麼小 哦 嗯 這個演員不錯 挺好 嗯 他就打停 有些觀眾打停 甚至有些傳媒打停 嗯 這個是21歲而已 嗯 他們會覺得很驚奇 是 21歲已經60幾歲 是 後來日報道就開始出來 報道說 這個年輕人怎樣怎樣怎樣 21歲可以做到60幾歲 這樣 包括聲音條件 以及造型 表演 都值得表揚 哦 咦 那你不是很大的鼓勵 覺得自己 是啊 對我很大的鼓勵 嗯 其實我都是 是 知道自己是 就是 這麼短的時間內 嗯 能不能夠做到 都是自己 努力 自己是 知道自己的事 嗯 嗯 其實領導啊 觀眾啊 都應該 可以說是有個很好的評價 其實我在法山劇團呢 那個時間是不長 哦 不長 半年的時間 半年 半年的時間 那排去呢 並不多 哦 並不多 嗯 我現在記得應該是 有三四出 哦 除了這個紅梅記 有那個什麼花光 啊 花光恩仇戀 還有 還有 還有是 雙雀龍龍龍 雙雀龍龍 雙雀龍龍 我一去到劇團 就遇上他的劇團演出 嗯 當晚呢 就說 不如來個潮夫吧 當晚就給我劇本 哦 他打算不是很多戲 那樣 真的給我玩一下 那樣 即給劇本 即上 即上 你也很厲害 其實很害怕 很害怕 其實真的 很害怕 很多細胞 但是你也很大膽 即偽高 人膽大 其實不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不做 你又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嗯 有時候 嘗試一下 也要嘗試 1999年 少興粵劇團創作牌演《龍武傳奇》 缺少一個演小龍的小武生 在導演的建議之下 粵劇團的領導找到了李秋元 李秋元最終 亦都是偽然選擇了少興粵劇團這個貴宋 我記得有一年 我的師姐曾慧 她就跟我說 她說 我現在拍這個文武生 你看一下她的戲 看完戲我才告訴你她是多少歲 於是我就真的去看你們的戲 在台上你是很成熟的 後來她跟我說 二十多歲而已 那你是甚麼原因跟我師姐合作呢 那也是因為那時候是在策劃一個《龍武傳奇》 她的戲都還沒有跟老師學完 學完她 就去了北海 那在北海劇團呢 又做了整整半年 然後小英劇團領導就問我 那怎會找到我的呢 那就是阿梅道 阿梅曉導演 阿梅曉導演 她說 她說有個年輕人 是挺適合這個角色的 因為那時候阿梅道跟我排過戲 在佛山 在佛山 那我就 去找她 然後就找到我 加恩就是這齣戲 我們兩個就是 結台緣了 結台緣了 就是這樣 那你剛才跟我師姐 即是跟阿珍為拍檔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應該是她帶著我演戲 帶著我演戲 因為她是很資深的演員 她的舞台經驗是非常豐富的 一直這樣演員 因為這件事是不道理的 戲班有時是浸出來的 是的 我們叫做搭台版 要不停地搭台版 不停地見觀眾 就有職內經驗 是的 所以在舞台方面的經驗 家喻能力非常之強 非常非常非常強 因為她拍檔的老觀 又非常非常多 是的 所以跟她演戲 你是很放心的 非常非常放心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 阿維仔也經常教導我 她說不怕的 在這個年齡階段 什麼戲都要做 什麼戲都要做 以後你就知道是駁戶了 這樣 說得很對 是的 所以一個演員 不要理會 做死一個角色 是的 還有沒有選戲做 沒有選戲做 沒有選戲做 當然是 你到某個層次之後 應該要走什麼路 這個也是另外一碼事 但是你在這個階段 你應該什麼都要涉及 吸收 什麼都要學 學得多 放在肚子裡 是不會爛的 是的 所以學了是自己的 是的 你在肖慶很多年 做到現在 不如你說一下 在肖慶有什麼 很難忘的事情 令你… 其實在肖慶的團 應該可以在我的人生當中 起伏店是比較高的一個地方 嗯… 在當初 之所以我選擇 肖慶呢 因為領導是非常非常… 重視 重視 以及支持年輕的演員 各方面的學習也好 培養也好 有機會相當多 嗯… 真真正正是被人認識 認何 也是肖慶的團 嗯… 被人關注 嗯… 也是肖慶的團 嗯… 所以我肖慶的團 就… 受益是可以說是非錢的 嗯… 無論是藝術也好 人生經驗 積累也好 是肖慶的團 的確是… 走了一條… 和別人走的沉上的路 李秋元在肖慶粵劇團 演過眾多的劇目 也都為他帶來了不少的榮譽 其中演藝大賽金獎 和首屆紅梅大獎 也就是來到肖慶粵劇團之後 沒多久獲得的 南威肖慶粵劇團 你在藝術上 也獲得了很多榮譽 你那次參賽是演藝大賽 獲了金獎 是甚麼戲 是蘇生戲 那… 為甚麼我會參加蘇生戲呢 因為… 我當時是學蘇生的 嗯… 其實我就是不想選擇這個戲 嗯… 因為我覺得… 碰碑這齣戲 喔 楊介業碰碑 碰碑這齣戲 好像在我們粵劇 我… 想借鑑的並不多 嗯… 而且我會覺得 它是出文奏奏的戲 嗯… 那… 阿慧姐就說 不怕啦 是… 我會… 真的會和你重新整理 或是和你寫廠刊施 或是和你重新編排 當時我並不理解的 嗯… 我就… 死我一邊頸 我說我要參加跳牌車 嗯… 她說你不成熟啦 這個戲 那… 最後我都聽了韋姐的話 拍了這齣戲 那… 就得了這個金獎 嗯… 其實呢我… 或者… 她非常有遠見 所以在少慶呢 就… 所以參賽呢 就… 或者和我介紹這齣戲呢 也是明智的選擇 南陽繼葉碰碑這齣戲呢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要自費去… 去參賽 去參賽的 嗯… 那時候的賽區就是… 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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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要坐飛機 要坐貨車 飛機櫃嘛 哈哈哈哈 有得省就省了嘛 那時候呢就是… 差點就不去的了 就說經費不足 嗯… 總之局長就說 欸… 金馬寶珠呀 有這麼好的機會 嗯… 一於去 這樣就批了… 經費給我們去 嗯… 那時候呢就是… 那時候去鄭州參賽的時候 選手相當相當多 高手嵐嵐 哦… 即是很多行當 很多戲曲的劇種都會有 是呀… 應該是… 劇種是很多 我忘記了 總之就是我們看了幾場之後 我腳都軟了 即草危相當相當高 所以呢我… 我… 即是當時 我帶我們去的那個導演 楊樹光導演說 哎呀… 真的… 會不會… 會不會沒有機會呢 這樣… 我… 我又安慰他 他又安慰我 啊… 以眾平常心啦 這樣… 嗯… 然後呢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 那次去的鄭州參賽 就是… 山鎔… 山鎔的版 是幾分鐘的版 幾分鐘的版 是百分鐘 超過百分鐘 必扣分 哦這樣啊 百分鐘… 因為劇目是比較多 來自全國不同的劇種 以及選手 嗯… 那代表我們廣東去的呢 就有… 應該是三個演員 三個演員 你呢 我… 啊… 蜜蜜蜜 蜜蜜蜜 還有… 好像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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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阿小敏 我們幾個人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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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 不負眾望 啊… 啊… 我非常幸運 非常榮幸可以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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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參賽的時候 即是你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狀態如何呢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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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記得我夫人跟我… 磅… 即是炸個丁子帶的時候 啊… 我笑她的手是震的 她的手震 她的手震 你又震 我說我都沒有你震得那麼厲害 哈哈… 即是她們替我緊張 啊… 還有導演也替我緊張 嗯… 其實這個氛圍 就不到你不緊張的 嗯…壓力太大 是 壓力太大 嗯… 有經劇同台 有經劇有秦康 有預劇 啊… 有上海預劇 啊… 這樣一台一個這樣的慘彩晚會 所以你必須是… 啊… 很緊張 你修緣 你都不知天高地口 你這麼大膽 你這麼大膽去做這個戲 人家這麼成功 我看死你就做不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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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元說 从无人知晓到现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并创作出钟馗那么成功的剧目 足以见证他的成功 继续讲一下你在肖庆剧团所获得的成绩 其实在肖庆剧团就是这样的 肖庆剧团是一个很艰苦的剧团 遗迟在那时也事与事 走过不平凡的六十年 不平凡的六十年 当时我入剧团的时候 年轻人其实不喜欢 不喜欢选择上去剧团 因为觉得他太窮了 整个环境不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想像 比较艰苦 比较艰苦 当时我记得我还是住排练场 住在排练场 而且他没有排练场 我们所谓叫排练场 他租了别人一个这样的仓库 便选择了出来做一个这样的排练场 后面选择了一个房间 为我住 是这样的 天热的时候是很要命的排练场 很热 你知道那些铁皮是烬的 一晒就越来越烬 是 少庆剧团就是这样走过来 你也是这样捱过来 我就是这样捱过来 所以大家虽然是浅不多 但在这方面的艺术 觉悟是非常高 是 是 这方面要表扬一下你们的团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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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 大多数都是由他和我分担 所以你又要做演员 你又要管理行政 你没有那么多心 所以在这方面 他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你说你最艰苦的时候 最艰苦应该是我去剧团那段时间 嗯 我去剧团那段时间 应该是 应该是 粤剧并不是很好劲的 嗯 嗯 嗯 就是没有说现在那么好 嗯 没有那么兵王 那时候台 演戏并不多 嗯 那我们又浸在那里做排气 嗯 排龙母 那时候我就是 做一个龙母的 个仔 就是龙仔 嗯 因为这个电影 经过三亿奇稿 可能 经过很多稿 讨论完又讨论去 又推翻又再排 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小英劇团来说 非常非常不简单 嗯 领导在力所能够的情况下 都是非常支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难能可贵 嗯 嗯 在劇团 年轻人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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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的心态都非常好 习惯了 嗯 所以大家对于艺术这种执着 这种奉献 在少年剧团的整个氛围 在这点是比较突出的 嗯 所以我们平时很开心的 嗯 又是非常理想的 年轻人比较多 也在那些年华 年轻人比较多 也对于艺术 来 是一個里程碑 通過這個鐘攜 我得了很多榮譽 在藝術上 我們亦都是 飛躍式提升 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呢 你通過拍一個這樣的戲 對於演員的提高 是相當相當 大 因為這個戲 具備了唱、念、做、答、翻 所有起曲的基本元素 都在這裏 而且還有一個 跨越行蕩的表演 當時我選擇的時候 我是抱著一種 學習的狀態 當時有人這樣說 李秋元 你都不知天高地口 你這麼大膽 去做這個戲 我看死你就做不到 而且你選擇了這個戲 其實是一個藝術的起點 非常高的 因為難度大 應該豬肉在前 你這樣去碰它 證明你這個人 就不是精神有問題 可能你真是危高 人膽大 真的這樣 我什麼都不聽 你聽了 當地也不用做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 也是經費的問題 當時我選擇了這個戲 有時候 滿堪而成 就想 一個作為一個 學習也好 能夠為劇團爭取多一個 這樣的業務戲也好 當時想的時候 氣點並不是很高 我想說 我自己 我自己 跟這個 這個戲 在粵劇來說 你如果做的話 肯定會成功 但我不知為什麼 但我覺得肯定會成功 肯定觀眾又會接受 所以當時我跟領導劇團團為商量 要排這個戲 要排這個戲 他們的想法也不是這樣說 他們說 這是鬼戲 這是鬼戲 我們預期觀眾會不會不喜歡 他們考慮到這點 也不是說沒有道理 所以我就跟他們 解釋 我們跟他們做這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們思想統一了之後 就去做 那怎麼做呢 沒有錢 沒有錢 你什麼都做不到 那你基本的一個 劇本的改編 你需不需要要錢 沒錯 改編了之後 音樂設計 你實現實現 導演 你要不要錢 服裝 服裝都要錢 報警 一切都要錢 當時我只能夠 但我心裡寫著一個勇字 認定的事情就去做 嗯 一步一步 你都很執著的 很執著 非常執著 那去做 統一了才是去做 大家籌錢 籌錢去做 我們團位籌錢 籌不夠的 我自己去做 用什麼方法去籌錢 沒有什麼的 大家有的錢 就先借錢出來 到時才再做 這樣嗎 即劇團自己借錢出來 是的 很難得 是的 都是不夠的 都是不夠的 沒有人想 只能夠 一旦你提出了 這個意見 你是要排 當然是你想的最多 我不僅要做起 你這個很正常 沒有人想 最終我找了 我熟悉的朋友 因為有時候 很難開口 很難開口 我的性格 我經常都很秘動 不過你做到這個位 你必須要去做這件事 我們的名義團長 麥華先生 是澳門的 因為很支持粵劇 而且他也是特別支持我們 船劇團 一直以來都 他很關心我 一直以來都 我怎麼想不到他 我跟他說 說了整個過程 我想做這個戲 但我又不夠錢 他說 他說 這個戲 你熟不熟 我熟 我很喜歡 其實你知不知道 這個戲我也很熟 所以我們意見 非常統一 李秋元 你做這個戲非常適合 是啊 多少錢 我給你做 很好 迎刃而解 舒服了 整個人瘋了 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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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瘋了 加上我還有些朋友 另外的朋友 都非常支持我 所以通過他們的支持 一步一步 去展開這個劇情的排練 李秋元 不僅在省內的忠實戲迷更多 香港的戲迷對他非常熟悉 能夠在香港戲迷心中 留下自己的一席位 這個離不開他亦師亦有的師傅 香港著名月劇演員 龍冠天先生 是啊 你曾經在香港 跟龍冠天先生 一起演了幾場戲 哇 這樣就引起轟動 很多香港的戲迷 師傅都說 哇 你抽完好東西 其實是 不說得崩洞的 應該可以說 是給別人一個很好的印象 我記得跟師傅 相識的時候 都是雙姐你的演唱會 我們相識的 你感情你 是啊 你感情你這個媒人 做了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李秋元先生是你的老師 師傅 那我們是怎樣呢 我們亦師亦友的 他很關心我 我現在很尊重他 他在香港 我為何跟他 在香港結台完呢 就加一美一次 你演唱會 我們相識了之後 為什麼有一個這麼好的呢 就是我不認識的 這樣吧 我香港有幾個檔期 天鋒年有幾個檔期 你下來做黑串 你跟我鋪排了幾個時期 去給我表演 通過這三次的表演 應該可以說 在他的環境下 在他的光環之下 就是帶了你出來 帶了我出來 因為作為一個青年演員 他一定要有一個伴計 所以要有一個契機 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平台 去展示 我記得丁大哥 你有多好的藝術 你都沒有用 沒有機會給你 你一樣是沒有用 沒錯 機會對演員來說 搭台版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不幫我醜化了幾次 令我很安心地來演戲 喉勤工作 他幫我做完 那時候我跟他並不是很熟 他是愛才 他是愛才 並不是很熟 所以我非常非常可敬 你要感激他 非常非常感激 通過這幾次之後 香港的觀眾對我認識了 要嫁了 就是這樣 我知道你最近的動向 都是籌備一個香港的演唱會 對 就是7月份 16日 這場應該是自責專場 應該可以說 沒有說我從來21年的 什麼 都當作為一個小小的小結 小結 應該是選了幾齣不同類型和風格的戲 譬如呢 譬如蘇生 蘇生是什麼戲 蓬鼻 因為蓬鼻自從我拿到獎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做 還有就是小武 應該是文武生 周瑜 周瑜 另外一齣就是打金磚 打金磚 漢宮驚雲 應該可以說 李兆春也是一個代表作之一 接著下來還有什麼計劃 有什麼期望呢 接著下來其實想法很多 只是一件一件去做 對劇團也有很大希望 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我們平時除了樂鄉演出之外 政府也有任務 我們在努力打造精品之餘 亦都是豐富一些 我們當地的社區群眾文化 我們都會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特別是我們現在有了 一個很漂亮的拍戀場 我們可以做一些普及喜空藝術知識 一些這樣的講座 以後做完這方面的工作 還有鬆起到學校 這樣 今年特別是中葵 被中國文學學會選中了 我們要上京條染的 應該是七月底的中葵 這次也是我們堅團以來 第二次進京演出的 假如我們可以去整個情況下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還有一個盛事 好 希望你們 少興粵劇團 就是越來越希望 亦都是希望你在藝術上 就是越來越成功的 多謝雙姐